我記得之前拍了一段影片 講耳霸的 包括我的立場 看法 世界政局那些什麼 後來我都沒有出道 因為我覺得沒有人 沒有人 會想看一個女人去講這些世界政治政治 聽來你們都不會入耳 所以我覺得拍完了 滿足自己打飛機就算了 我就不想去出街 那段影片四十幾分鐘 真的很誇張 我比較精簡地講我的看法 我在社群出了 我是不可能會支持以色列的 以巴這個問題 其實由我們媽媽出生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簡單說就是 不過以色列也不認的 以下這個故事 就是一艘船 載了很多入太人 來到巴勒斯坦的地方 然後巴勒斯坦收麻了他們 後來好像抓了小偷進來 一開始給他一間客房去住 住住客 他拿來一間主人房 拿來客廳 拿來客廳 拿來整間屋子 再擊敗你們 這個就是基本上 我覺得很簡單的 各部解釋了什麼叫做 以巴的這個衝突的原始 但是以色列人 是不會承認這個原始 反正就說 這個地是耶穌上帝 給我的應許之地 你們以為猶太教 不是 上帝基督他們 只是信舊的 這意思而已 你看到很多的 這些都不用我特意貼出來 我不想再加一段影片 因為 那個版圖 巴勒斯坦是越來越縮小的 以前整篇 你看到現在以色列的地方 其實全部都是巴勒斯坦 而且軍事實力不夠 以色列背後有美國撐 拜登這個死人耶穌 和他老婆 他老婆是牧師 兩個都說公開撐以色列 其實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所以你們那些死耶穌 我一直都說耶穌死全家 就是這個意思 信神信上帝 最喜歡發起戰爭 打死人 還說自己 耶穌啊 把這些人掛在口邊 怎樣 嗯 對了 我想我最難過的時候 是四五天之前 甚至那時候去搜尋 Ban Gurren那個 在以色列的機場 我想有什麼方法 去巴勒斯坦 當然不是現在去 可能是11月左右 這時候去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我可以做到什麼 但我會想去那個地方 剛才說到 即是葛板是越來越縮小 在2021年的時候 整個巴勒斯坦 即是整個露天監獄 好像一些城中村 簡單說 他們的學校是沒有了 即是加沙那邊 沒有了學校 被以色列的人摧毀了 本身水費是以色列的十倍 因為他把水泥倒進井裡 令你們沒有辦法 用這些不用錢的方法 拿到水 嚴重地控制當地 即是你根本上是被以色列人統治的 其實巴勒斯坦 那 那 那些小孩子你問他 你們大家想做什麼 那些小孩子會跟他說 其實我們長不大 他們的平均年齡是18歲 即是你說 你不理你幾歲死 總之你那條平均線是18歲 前幾天看這條新聞 老爸拿著兩個膠袋 裡面一坨東西 好像一些嘔吐物 其實是他兩個小孩子的屍 來的 是的 真的很難想像 我知道猶太人背後 你們資本也好 什麼也好 現在在美國 所有Celebrity 大部分的所謂大家 都會去支持以色列 你嘗試去支持巴勒斯坦 或者說一些反對猶太人 或者反對以色列的言論 基本上被人封殺得很厲害 很難 你會有一群有勢力的人出來支持巴勒斯坦 這個也是現狀 有一句說話說得很對 這個世界 你想去把一些很壞 但他們權力很高的人 拉下來 是超級無敵的 因為他們周圍都是保護山 但是你要去摧毀一個善良 而且是手撥寸跌的人 你和 擦死一隻馬 是一樣容易 巴勒斯坦是沒有軍事實力的 所以 阿聯酋那邊一直都在幫他 因為始終都是 無論是宗教上 整件事上 已經有很多國家 是一直有國際援助他們 但是不足夠 他們被人形容為恐怖分子 我記得巴勒斯坦的外交官 四五日前接受BBC訪問 那個主持人 全部都是很困難地去落陷阱 例如問 你知不支持你們那些恐怖分子 其實你回答支持和不支持也是死的 他就說這不是一個問題 他用自己的方法去拆解這個問題 然後 他說為什麼你們每一次 我們巴勒斯坦人 已經很少上你們這些西方國家的節目 為什麼每一次你都要我們去譴責 回自己的人民所做的事情 現在以色列也是拿著 我們死了幾百人 但是 人們其實是死了過萬 簡直是uncountable 那個外交官就問BBC的主持人 就說你為什麼會不斷地去我們譴責自己的人 為什麼你不從來 我沒有見過你們會去 偷以色列人 你們一些以色列的外交官 或者以色列一些有權勢的人 上來你的節目那裡 那裡 可能曝光廁所很多 我沒有見過你們會 要以色列人去譴責自己的人所做的事情 他就問到主持人口咬咬咬的 然後很草草了事 知道問不到 就是裝不了你的問題 我不能夠令你出醜了 就是自己回答自己 然後就結束了那個話題 那如果你們現在去Youtube 看一些訪問 有些美國的Youtuber去訪問以色列人 其實內容也是很恐怖的 現在應該是還沒刪除的 因為我看了幾遲 那個所謂的interview 大致上就是 那個Youtuber就問 兩個以色列的男生 他也有份打仗 但是他們打仗打得很 就是所謂打 可能今次出去放幾個 就是出去衝一下 然後回來家裡也是上網吃東西 嘻哈哈 然後他就問這兩個Y色列男生 為什麼你們要去殘害 殘殺這些巴勒斯坦人呢 然後 那兩個以色列的男生 所謂士兵 不知道是什麼身世 總之他有份是當兵的人 他打巴勒斯坦 他就說這些人不是人 他們是動物 然後笑 你去哪裡 現在我也要過來殺了你 你去支持巴勒斯坦人 你是不是去支持巴勒斯坦人 你支持他們 我就要過來馬上殺了你 然後在那裡敬笑他 說他的話去侮辱他 很強調他們是要殺女人和小孩的 其實你要摧毀一個地方 你摧毀這兩種人就可以了 女人是可以繁殖 小孩是未來會成為大人的一個物種 還有你最能夠帶起威脅性 你看到現在也是打完醫院 明明說趕驅趕你們去南部 但相信你的板圖更加縮小 跟著都說打完醫院 是很不人道的 但你美國也支持 拜登也開口支持以色列 所有時候你們那些爺爛 你們知道自己在信什麼嗎 究竟應許之地 什麼神啊 上帝耶和華的應許之地 他們自己覺得是在打聖戰 以色列 自己又有權又勢 以色列是一個很文明的地方 不是你們想的那些屯門拜雅 其實巴勒斯坦本身的視容都很好 你看回加沙 加沙地帶之前的一些片段 大概一年半載之前 雖然已經沒有了很多東西 但這條街都是很乾淨的 那些人都是比較和諧的生活 有一邊是挨著埃及 後面當然是在以色列的邊境 然後找些圍牆封死了 前面是對海的 很小很小 那些人說是六個 上海普通機場這麼大 帶住了二百多萬人 他們也在戰火之中 我看到那些小女孩 跟爸爸在那裡玩 聽到那些炸彈的聲音 爸爸就說 很開心 我們一聽到炸彈的聲音 就要馬上拍手 然後那小女孩會笑得很天真 那你們可能以為老爸瘋了 為什麼要教女兒 聽到爆炸聲要開心呢 那你可以怎樣呢 你這個小女孩在這些環境出生 你就要去習慣這種聲音 而不是聽到這種聲音會害怕恐懼 然後自己又哭 揭絲底蕾 你應該是很惡力的環境 你要教到小朋友 不要害怕這些炸彈 或者這些爆破的聲音 你看到很深刻 就是你在這些地方 你投胎 投到這些地方 你的生命就是這樣 短暫的生命 我沒有辦法相信 你們如果在香港 你們覺得很和平 什麼基督徒 你們自稱的那些 你們是會看到這件事 然後覺得自己的宗教沒有問題 你們向往的西方國家 一個做牧師 拜登的老婆是牧師 全部都是一個基督教為主的大國 加上以色列 爺和華的應許之地 爺和華的出生的那些什麼地方 然後死打爛打 打爛殘了巴勒斯坦 就是 我沒有辦法想像究竟 就是人可能就是這麼詠惠 或者你們可能好像 喜歡寄安 寄安抽得 所以我要跟著寄安 不會有什麼同理心 我為什麼 我現在說了九分幾鐘 我就是停止這個話題 因為我不想說那麼多 就是我覺得沒有什麼人 會跟自己分享到這些 你不要說女人 你抱抱抱女人 就是沒有人關心這些話題 女人這身人就是關心兩件事 以我認識的東亞女人 包括中國女人 大多數 你就是關心自己靚不靚 第二個關心你 這身人就是關心兩件事 第一就是你靚不靚 靚不靚靚多久 老不老 壞不壞老 以前有多少人扣 OK 第二就是 你會很care 有沒有男人愛你 你結婚就是很care 老公愛不愛你 愛愛愛愛 然後這身人就是不斷 其實這女人是同一件事 這女人就是圍繞著你一生追逐的東西 你不會理會自己喜歡什麼 你不會理會自己的追求 你不會理會自己的追求 你會理會我靚不靚 靚不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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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有沒有人愛 我恨的女人 她究竟有沒有人愛 如果她沒有人愛 我就贏了 你是不會在乎 究竟你自己愛什麼 總之別人愛不愛我 就是最重要 所以你叫我怎樣 將這些 我自己現在對這些看法 去好好地和一個 我現實之中認識的人 去分享 是不可能的 我都不期望 我現在去貼這些影片出來 你們會有什麼共鳴 或者跟我討論 我也覺得不會有 我純粹只是自打飛機 我自己 去滿足我自己 另外有一個話題想說 就是最近我也多了在大陸 聽到有件事 真人真事 一個女人26歲 很年輕 一個年輕的姑娘 嫁給了一個男生 為什麼會嫁給他呢 就是那個男生家裡有少少錢 有幾層樓 有幾輛車 但是大陸有幾層樓 不是你們想的 就是不太有錢 就是叫做 OK 那個男人本身有若精症 若精症就是他的精子 其實很難令女人懷孕 但是如果是反過來 女人是很難懷孕 一早 人家是不會娶你 要立即離婚 還要退回彩禮 但是因為是男人的問題 那個女人就自願去做這個人工仇人 就是將在一些若精症的男人 一個男人身上去拿些僅如用到的精 然後做人工的方法 令自己懷孕 但是你知道 其實當這個男人有若精症 你不能夠自然地去另一個女人懷孕 代表這個大自然其實是淘汰了你的 這個大自然是淘汰了你 不知道你的身體有什麼缺陷 總之你沒有辦法成癮 就是你的精子沒有辦法 跟一個卵子在一個母體裡面結合 你用這些方式去 所有人工仇人是違反天道的 我真的覺得 你兩個健康的情況之下 其實才應該生小孩的 那好吧 你選擇去做人工仇人 這個男人 他負責的那雙是雙胞胎 人工仇人很容易出雙胞胎 因為他會多放幾個那些 就是那些手精論在你的子宮裡面 看看誰可以存活到 所以很容易出現雙胞胎的情況 總之就成功懷孕的時候 他就引起了很多病發症 任神什麼毒血阿糖尿 總之整個女人都很不舒服 加上你知道 女人如果要做人工仇人 你是吃很多苦的 打針打得你死 完全不值得你為了這麼普通 這麼平庸 還有你可不可以相信一下 那些奶奶也是 你可不可以相信一下自己的兒子 其實你的兒子根本不應該有猴 那天不想他有猴 要強行用這些方法 要女人受很多苦 然後去拖這個雙胞胎 後來那個女人是早產 病發症 截肢 截了一隻腳 那個男人是異話不說 保不住 那兩個兒子 就是那一對雙胞胎保不住 然後那個女人還要截肢 那個男人是即時 即時和他離婚 然後很快就娶那個女人 那女人下半身 你什麼都沒有 沒有老公 沒有子女 還有你少了一隻腳 整隻腳是沒有了避法症 就是這樣了 這個下一場 我聽到的時候 我都很 我不覺得很可憐 我覺得這個女人是活該 你們可能覺得我這樣說 很涼薄 那就是你自己選擇 沒有人拿一支槍 叫你人工收入 還有你沒有智慧 那就是大陸西都是這樣 我真的 就是你少少 要不你會懂科學的那種人 要不你會尊重一下天道 你不可能 會明知道男人若精靜 這個大自然已經淘汰了 不讓他有後 你還硬要用這些方法 去令到這個男人幫他留後 那這些是自作業不可活的 大家不要做這些狼狗的 我見過很多 就是youtube都有不少那些系統 兩個二十多歲 那個男人可能真的有些問題 那些精子 那個女人又是在肚子裡 咳幾百支針 又怎樣打針 吃粒粒 這樣 跟這個老公所謂 去人工收入 然後自己吃很多斧頭 然後生了一對小孩子出來 然後一生出來一個 一個不知自閉 另一個有些腦神經問題 那這些已經是很輕奇 你相對起說 生出來腰折 然後自己折肢 這個可能已經是很好的版本來 但是有什麼必要呢 你覺得大自然淘汰了這個男人 我覺得女人是真的 經常吃了那些斧頭 有時候自己活該死 你試試一個女人不育 在大陸你不育 基本上看來你結婚 別人知道他娶了你之後 是會一定逼你走的 你不能生孩子就沒有價值 什麼叫生育價值 生育價值 就是你能夠生孩子 你健康 你的氣息好 你能夠在你身體裡 引用健康的消息 這是你的很大的價值 對一個女人來說 香港女人可能沒有這些概念 那男人的精子是不行的 其實他的精子 你在陀著這對嬰兒的時候 這些精子的基因 這個男人這麼差的基因 他都會干擾到你整個人 所以為什麼這個女人 在負責中的雙胞胎的時候 他有這麼多的問題 產生出來 但當然他沒有這樣的智慧 或者是知識去 去知道 他們只覺得 不行 我要留得住那個男人 我就要生孩子 他正正不要緊 我受苦 我幫他生出來 你覺得就是這樣下場 所以人蠢無虐意 不只是蠢 你可以欠缺很多的資訊 你可以不懂很多 你可以讀好小說 但我請你有一點點的智慧 你也尊重一下天道 你那些聽話也不對勁 你這個男人有藥精正 你為什麼要走過去 硬要幫他生 這隻是昂糕 這隻叫活該死 我不覺得特別可憐 一開始你就不應該和這個 你貪他有幾層口 有幾輛車 然後你就跟他做人工仇人 你弄得自己一身傷 如果我聽到那個男人有藥精正 然後我想要小朋友 我根本上沒有可能會選他 女人就經常把我的生育權 放在男方那裡 這件事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這麼多年後 我都沒辦法想做 你說以前 男人去限制女人的資源 限制你食物 限制你居所 你不嫁 基本上你這輩子就黑食了 這也叫情有可言 但是你看到現在中國大陸也好 或者其他 甚至香港這些 你不會再有這件事存在 你女人廢就是你 廢在這個位置 那個男人告訴你可不可以生 那個男人逼你生 他自己的精子不行 他逼你生 是吧 落仔也是 那些女人落仔 十居其九都是因為男人 很少女人會是 因為自己的意願而去墮胎 我不要說墮胎 這件事是對還是錯 我已經在我以前的片段表達過 我怎樣看墮胎 這件事 那你有什麼可能墮胎 這個行為 你也要距離男人 男人要我就生 男人不要我就不生 這是活該 你自己沒有本事 也沒有用 其實有生育權 無論在動物界 這麼多個界別裡面 除了人之外 是這麼卑微的 就是癡性 你有生育權 其實你的聲音應該是最大的 但是你看到往往 尤其是東亞女人 沒有的 你就要靚靚靚靚 然後任何人喜歡 兒子要不要 就是男人決定的 他說不要我就下 他說要的話 就算他的精神不行 我都要打到自己可以生為止 所以 你難怪這個世界看不起女人 有時候我都會 比其他人少看我 尤其是一些不認識我 大陸的人 因為他覺得我是一個女人 女人就不會有本事 你有的所有事情 你從頭到腳一定是一個男人給你的 我不會怪別人這樣想 因為當我接觸越多女人的時候 尤其是大陸西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 其實女人被人少看是應該的 你不要經常說 你自己不是這樣 你不是這樣浪費 女人整個能力 整個個人的成就 都比男人低 太多太多 你連這些普通 生育上的思維 你都是depend on 那個男人要不要 你跟我說什麼女權 什麼女性 什麼運動 什麼力量 我都是多鞠魚 下課吧